- 接下来给各位介绍多台MI909T的一个整合的应用方式 假设来讲现在我们有两台MI909T 那如果假设我们没有把它做整合 它有两个同时一起发射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我们在频率设定也好 或多或少会受到干扰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整合 让它的发射能够在一根天线里面能够发射出去 所以如果用两台MI909T 我们就利用一个被动的整合器叫做AD12 我们把两个发射的天线端通过同轴电缆 把它输入到这个AD12的整合 被动整合 然后再利用一根天线来去做发射 那另外一个如果假设来讲 我们现在有四台MI909T 不论它是同频段还不是同频段 那我们是利用一个主动的天线整合器 叫做AD808 我们把四台的909T的发射端 就是它天线的部分 我们透过同轴线把它拉到AD808做整合 然后再透过AD808的发射 利用天线给它整合发射出去 假设来讲我们现在用到八台的时候 MI909T 那我们就要利用两台的AD808来去做整合 那整合完了以后 当然来讲是它还是有两个发射端 那我们再利用被动的整合器AD12 来去把这两个发射端整合以后 再透过一根天线来去发射 当然来讲如果是不同频段的两台做整合后 我们就不能利用它原来的器材所附的AT20的天线 来去做发射 那我们要利用外界的天线 也就是全屏的天线来去做发射 那全屏的天线里面我们的外界天线有AD70W AT90W跟AT100 要用哪一种比较好的 就是看我们的用途 如果现在来讲就是说 我让我的发射在四周围都可以听得到 或者是我前五台也可以听得到 后五台也可以听得到 那这个你就要使用AT70W来去做发射 如果我是要打一个比较定向一个远的距离 那你就要采用AT90W或者是AT100来去做发射 以上是给各位介绍多台MI909T的整合 感谢观看